那一般的 我們知道 也許國民黨的 他的薪資水準 可能是高於其他的 起跳起跳很高 八萬塊 那我就看到 是不是每個員工 假設他是每個員工 都給這樣的薪水 薪資水平 那是合理的 一個好老闆 如果沒有一個好老闆的角度 我們所有的志工 來幫忙的 輔選的什麼的 都是八萬塊 有可能 他們每天供餐 都供頂太豐等級 就是豪華 非常等級很高 但是我一比較下去 除了林乳賓領八萬 就主持人剛剛講的 往下看 下去就是五萬了 第二高薪是五萬 再往下就四萬 四萬五三萬兩萬都有 那為什麼落差這麼大 難道其他的人工 沒有很努力嗎 不可能打選戰 我們都知道說 大家都很努力 大家都很辛苦 沒有他有血緣家籍 不算是血清 所以有家籍 確實 而且我覺得他 而且他有違法的部分 也許倒不到違法 他是違反一個準則 依照政治現金 他有一個查核的一個準則 你必須要揭露 就是你要給錢 可以 你要給你兒子薪水 你要聘你老婆 你聘你老婆 聘你爸媽都可以 可是因為他是你的一等親二等親 你必須到政治現金欄位揭露 他是你的誰 可是他完全沒有揭露 我們看到他完全沒有揭露他的關係 所以如果不知道林汝賓是林明珍縣長兒子的 根本不知道他是不是有違法 當然因為現在的法則還沒有出吧 現在只有準則說你必須要揭露 你有揭露的義務 你要公開陽光的告訴你的支持者 他捐了錢 你的出去支出往哪裡去 但顯然他沒有做到守法規定 一個不守法的人還要競選立法委員 這是我們存疑的一個關鍵 那我們看到就是 如果大家 因為我把其他人的個資 其實都是引起來的 就是其實我們看到 他裡面除了有一個叫林汝賓 就是林汝賓先生之外 他還有一個林 林差惠女士 他領的薪水就是第二高薪五萬元 那也是姓林 很巧合也是姓林 然後我看整個表格 我們就看到表格製作出來 幫林縣長做表格 也姓林 他也同樣一個人 我對一下名字是同一個人 所以林家仁在這個團隊裡面 領的是高薪 我覺得好羨慕 所以我就想一下 從去年的補選 就是去年的年底的選舉到現在 我們看到一個國民黨 或者說我們看到民主政治 陷入到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那個現象叫林毅華跟林明貞現象 不是林家人 就堵住你家的門 就卡住你家的門 對啊 我不能選 我去下一個職位更好了 不好意思 我就卡到你家 卡到你們其他人都不能出頭 同樣的林明貞也是啊 其他人 其他男投的年輕人 想要選舉 不好意思 老爸先犧牲打卡住家門 不讓其他人出門去競選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很神奇的現象 就是包括他在支付這個選舉的經費 所以我們就覺得今天他們的所有的回應 我總結一下 他們的回應叫做什麼呢 親父子 民算帳 什麼叫民算帳呢 去縣府當特助 去當高級實習生 不用錢 老爸給你生活費 但是選舉的時候 不對哦 納稅人支持者給的錢 不好意思 令高薪 這樣的邏輯 我們就想不通 為什麼會有這兩套不同的標準呢 是說納稅人給的錢 所以可以很大方給兒子 想給多少就給多少 那平常到底給兒子多少家用呢 這一點是我很好奇 想要請教林縣長 我們也很想要知道答案 到底怎麼樣的生活費 可以讓他可以負擔 你把我買房子 爸爸很好 買了豪宅給我 頭期款你付了之後 我還有房單 房貸到底是誰 那個生活費要怎麼去算 我們也很想要知道說 林明禎跟林魯斌 他們怎麼會給我們一個什麼答案 那易善哥我要請教 因為縣府特助 公貪賣 主頭九尾就沒有這個 沒有這樣一個職稱 這不是一個正規的職位 可是我想請教的是 特助好不好用 特助好不好用 因為我記得 我們昨天在揭露的時候 發現什麼 哪一家很困難 發放慰問金 我們請特助去 八千一萬這樣送錢去 大家就 他是給我照顧的人 你覺得這戶人家 他會不會有那個恩情的連結 是跟那個特助做連結 那包括可能有一些什麼陳情案 哪邊水溝不通 哪邊什麼道路怎麼樣 我們叫特助去 那這個特助到底好不好用 來 易善哥 以前我在立法院待過 立法院有便當助理 大家都知道便當助理就沒領錢 但是掛個名片 以外他是立法委員某某某的特助 出去就好辦 立法委員都這樣子 我出去什麼協調服務案件 企業家什麼公共關係 都可以處理 所以他為什麼不可以不領薪水 外面你比你裡面比較多 我說我拍照就是這樣 我說的是台灣人 但是我從來沒有聽說過 縣市政府也有特助 說真的我在雲林縣政府也待過 在臺北市政府也待過 因為縣市政府為什麼沒有 這個所謂的便當助理 因為縣市政府叫做實質的職權 立委至少是中間人協調的關係 但是你是有實質職權 你就可以指揮所有的官僚系體系 指揮所有文官體系去辦理事情 那叫直接指揮 所以我掛一個名片 我不只是可以外面瞧事情 我可以回來縣市政府的時候 我就指揮說公務局 你現在馬路要鋪一下 要給哪家廠商 發包都指定 有可能是不是這樣的行為 我覺得這個 因為這個是太誇張 因為從來沒有所謂的縣市政府 可以掛一張所謂的縣長的特助出去的 因為所有的縣市政府 都必須一群的文官體制 所有的發包都要經過行政程序 所有的協調也要經過所有的行政程序 所以這樣的特助的名片 絕對是不移的 絕對甚至有違法之嫌 我要講的第一點是這個 第二點是說 剛才講的那個八萬塊的事情 我覺得是有鬼 有鬼原因是說 我們通常來講說 我選二十幾年那局 我算老經驗 從來沒領過八萬塊 頂多七萬五 可問的 薪水七萬五 我怎麼有這麼厭 我還副總幹事 頂多你那有七百五 而且還是台北市 你難投 生活水準沒有台北市 不要說水準 物價 物價比較多 我們吃個月 南北可能二十塊 台北市要四十塊 所以在那裡 你還可以領八萬塊 我覺得有鬼 有鬼的原因是 我覺得他沒有領這筆錢 說真的 如果因為政治現金法有規定 如果你没用完 是要返还的 所以返还或者是要 诚实申报的 所以他为了要清 他的政治现金的 所有的这些账 要被他归零 等于是政治现金户头归零 是不是用他的儿子的名义 去做人头 我觉得这个监察院要去查 因为他故意的 在上面没有写他儿子 因为监察院就知道 会有这种作为 因为家人比较好瞧 我外面领薪水 一定要添新事单 然后要汇到我的户头 家人比较好瞧 说我就是有零 就是说好我有零 所以他为什么要规定 你要用清楚你的时候 你要报是你的谁谁谁 的原因就是怕你就做假账 所以他儿子林汝宾 是不是因为这样做假账 所以难道这场选举 已经去到林明珍 他们家族都乱七八糟 这场选举其实是一个 所谓的农民子弟 对家族政治的抗争 为什么说农民子弟 因为蔡培会是农家出身 他是因为九二一地震 才投入这个社会运动 跟政治的 那林家林是林明珍 要叫林阳港叫阿杰 所以他是整个林阳港家族 过去五十年 听林阳港是小学课本 我想读小学就听过林阳港 到现在也是他家族了 他不敢玩 你做完现场本来要退休 还要让你林汝宾做 那民调输给议员 还不甘愿叫你老爸再出来 因为他是什么 他是国民党南投县党部的副主委 林汝宾 他是县党部的主委 所以抽算过来 说真的 这如果发生在台北市新北市 他有跳脚 所以源自在这边 如果说有一个儿子说输你 然后你说要参选 他不能参选 所以叫老爸出来跟你参选 一定不甘愿 一定会闹出新闻出来 但是林汝宾就有这能耐 这个叫做家族政治 人家说苗栗是苗栗国而已 你现在南投已经变成林氏王朝的时候 你到底要让林氏王朝延续夺手 从我小学听到林洋港 到现在听到林明珍 以后要听到林雨汝的时候 还是你真的我们自己变一下吧 选一个蔡培会 学者出身 农民子弟的好人选出来 为所谓一席 蓝绿各一席立委 你也中央也好 哪资源 所以南投泄民 三月四号 你们这场选举要怎么投票 我觉得要做一个明智的选择 说到慎选的傲慢 你可以感受到就是国民党在二零二四 好像拿到初选的这个门票之后 我已经初选过关之后 我就是后一任的总统 有这种氛围 那因为郭董是这样 他想要循国民党的这个管道 他也问过神了 他说妈祖跟官圣帝君都答应让我选 请教一下 他有说你的动算吗 没有答案 那我们看到的是记者也蛮妙 他发现侯友宜怎么今天行程 他是连续去了两间的公庙去拜 记者就问他 请教一下 那这个神明 有没有给你什么指示 有没有同意让你选 看得出来两边其实是在较劲 还有一个部分可以来观察 是网路的舆情分析 在郭台铭跟王金平在见面之后 他不是表达他的意愿吗 郭台铭被批评的声浪 居然是高达七成 谁是背后的总警员 我们一起来看 期待 我们的董事长 更上一层 迈向总统虎大道 这样好不好 董事长这番话 让一旁的侯友宜 又够尴尬 侯友宜17号一早联防两宫庙 民众用上前握手 侯友宜请跑宫庙 是否跟爱拜庙的郭台铭较劲 引发联想 更有备战2024寓议 必须以国民党的身份 来参与 他才会支持 只要有需要 我义不容辞 一进宫庙 正前方就看到一张 挂着超大郭台铭参拍的大照片 土城顺圣宫 供奉官圣帝君 郭台铭三不五十就会来 据传郭台铭这回决心再战2024 除了来这禀报官圣帝君 也有问过妈祖 在神明同意下才开始行动 因为三十一下 我就感觉到他有起心动量 就好像四年前一模一样 只是含犯了火而已 我們談2024 蠻妙的是 怎麼都会跟这个神佛有關係 那今天我们比较特別 我們的來賓易大科 也算是这个信仲代表裡面 很出名的一个人 那易大哥我先跟你請教 你之前是不是也有選擇 也選議員對不對 是 你有選擲筊嗎 人靠擲筊 這樣來選台灣可能很奇特 就用擲筊看誰做就好了 對 就是很奇妙 說有去擲筊看神明 有當然嗎 感覺有一點想要藉著這個神明的 這一個部分 然後去說 你看我是有得到一個什麼同意權 還是什麼的 那其實每個人 你如果說要為民服務的意志 也不必一定要去問神 對不對 照得你來說應該是這樣 我請教你 你應該最近也都很關心 2024的這個藍營 到底他們在比什麼樣 你看完這樣 演這麼多出 你有什麼感想嗎 這是我們先說柯文哲 這個大家 大家也去信仲進雙 我也曾經走到八天 柯文哲他現在就沒頭路 去走是可以的 但是我是索資 你看他的直播官 他到底要怎麼走 我們這個實質 是尖堆要去宗教實理 真的會走八天 他都定期會出現 不知道有走不走 我是不知道 我是不知道 但是 但是就是說 宗教幾宗教 拜祖祖幾拜祖祖 你要選舉 你就趕緊 趕緊去 用你的選舉團隊 你的政見 去符合台灣人 我們臺灣 他要做總統 這樣照顧接受 民意 給你競爭 人家說媽祖 民意要把媽祖 帶著說 就要拜祖 你柯文哲 我看你是頭沒掉了 沒掉 他要大家不就媽祖買白 說這媽祖不平 所以柯文哲 用這種方法 你拜媽祖就拜媽祖 算機整個算機 這個非常非常的不可取 民族這樣操作 這樣發展 這是真的 實在是不好以外 是一種笑話 其實蠻妙的 晃哥 我們一起來看 因為我們今天在整理各路 新聞的時候 發現有一個脈絡 都是跟宗教有關係 怎麼說呢 因為郭台銘很清楚 不是講說 我其實還問了神 神明來做決定 神明說 好 你去選 然後朱立倫的部分 他在回應說 說國民黨的內部 總統初選的民調沒有做朱立倫 那他的回應是說 昔雲大師有講 從事黨務 我們就是要無私無我 就是講到這個部分 那包括這個 有講說你說柯文哲 他就是去跟粉紅操跑一起 就是白沙屯媽的部分 跟著 所以有感受到就是 他們可能或許想要走這個 宗教的這一條 我先跟你請教 你看到這幾個紛紛都是跟 就是不管是佛光山系統的啦 或者是媽祖系統的 這樣子的一個連結 怕選起 那個影響是什麼 那郭董的這個理由是 我要選 因為媽祖 冠勝帝君 有給我打贏 你會怎麼看 這個子不與怪力亂神 孔子也說過 敬鬼神而遠之 我覺得宗教信仰是個人的自由 那這個我們就不評論 但是你把你個人的政治欲望 跟對於政治權利的追求 借託宗教 我個人覺得大可不必 因為台灣從來不是 現在我們不是所謂的 軍權神獸說 那是歐洲中古世紀 才有軍權神獸 或是日本早期的 這個所謂的天皇 所以現在你宗教歸宗教 政治歸政治 這些政治人物 為什麼要假托神明的意思呢 我覺得他們可能對於自己講這話 可能自己都不信 只要拉個人來保證 那拉不到人只好拉神 我覺得朱立倫講那麼多 都沒有用啦 你不管你用心雲法師的話 或是用誰的話都一樣 都沒有用 其實有一句關鍵話 你講出來大家就信了嘛 你只要講說 我朱立倫絕對不參選2024總統 這樣就夠了 這樣大家就信了嘛 問題是你為什麼不講 說不出口啊 你幹嘛逼我 你在那邊繞半天什麼無私無我 你講那麼多有用嗎 對不對 你講那麼多有用嗎 你就講我朱立倫 絕對不參選2024總統 這樣不就好了 你為什麼不講 就表示你心裡還沒有放下 對不對 好 那郭台銘呢 他說媽祖關聖地君 都說他可以選 郭董 你拜不就準了 你如果要選總統 要拜多兩尊 我跟他說 朱立倫這尊 跟侯友宜這尊 這兩尊 你百分之百就代表國民黨參選總統了 你去拜媽祖 初選制度又不是又不是媽祖決定的 你的競爭對手也不是關公 對不對 你去拜這兩尊 你去告訴他們這兩尊也許可以保佑你身體健康 事業成功 但是這兩尊沒有辦法保佑你可以順利代表國民黨參選總統 所以你拜不就準 我覺得 就因為現在剛好就是因為 我們台灣是三位小媽祖 所以現在是媽祖遶境的旺季 所以你大概走到哪裡都會遇到媽祖遶境 那去參加這種民俗活動 我覺得都很棒 我舉一個對比就好 蔡英文也曾經去參加過白沙屯媽祖 她也曾經去參加過 當然因為她總統的身份沒有辦法說全程跟 但是她也沒有在做新聞 她也沒有假托媽祖講說什麼什麼什麼 要不然以蔡英文女性的身份是不是更適合 因為媽祖林茉娘也是女性 但是她就是我就是去繞個境 可能記者總統來有新聞 做個新聞就結束了 她也不會說假借了什麼 有人看病來跪求之類的 我沒有講柯文哲 你們自己去猜 就是說你今天你要去參加宗教遶境 你想要去跟最基 因為會參加遶境都是台灣最基層的民眾 你想跟這些基層民眾去體會一下 或是瞭解一下 他們為什麼有這麼虔誠的心想要去參加遶境 因為畢竟這些宗教信仰在台灣 都是很多人的這個心靈寄託 我覺得OK 但是不要假托神明 人做的事情人自己負責 你不要假托神明 通常我會用一個名詞來 來尊稱那些假托神明 叫你做什麼事的 那個叫神棍 人不會這樣做 神也不會這樣做 只有神棍才會假托神明 神明告訴我 告訴我 告訴我 要怎麼樣 要選總統你自己決定 不用靠神明 當然也不要找阿嬤 阿嬤很忙 淡水阿嬤忙著賣鐵袋 很忙 不用找他就你自己決定 自己都大人了嘛 對不對 雖然郭董年少氣盛一時衝動 但是好歹也成年了嘛對不對 你就是自己決定不用假托神明 那當然台灣政治人物就很習慣 就喜歡這個要做決定之前都要假托一下神明 我覺得大可不必 成熟一點 就自己決定就好了 來 余將軍 因為其實像朱立倫的確有曾經弄一個什麼淡水阿嬤 現在開始又媽祖關聖帝君的 就其他人各自有各自不同的寄託 因為有誰對我有期望 但我覺得有一個東西很妙的是 因為黃建廷是黨的秘書長 那黃建廷已經說他跟郭董有見過面 兩邊談一談 後來新聞放出來的訊息 黃建廷又否認說 沒有沒有 我沒有怎麼跟他怎麼樣去協調 這種東西 但你看朱立倫說 黃建廷是見過他們自己約好的 可是我目前沒有要見郭台銘的規劃 那郭台銘其實他表達著 對 我想要許你這個管道對不對 可是朱立倫說我沒有想要見他 而且前兩天朱立倫又說什麼 侯友宜是最強的母雞 所以勒 所以國民黨現在 因為2024看起來好像是人人都有信心 隨便推一個人出來都必然會勝選 所以現在有黨政的人 不敢說他要選總統 沒有黨政的人瘋狂表態說 如果你們希望我願意用國民黨參選 這不是很奇怪嗎 郭台銘你沒有黨政 你想要用國民黨的方式選總統 而侯友宜跟朱立倫 都是當然有正當性可以選總統的人 他們就一個在說和合作的事情 一個說無事無我 這到底怎麼回事 尤其今天侯友宜被記者問到 他去拜廟 說那個關公跟媽祖都說郭董 才可以參選你有什麼想法 他終於講出比喝喝做事還要多的是 他說什麼 他說我主要要祈求這塊土地 國泰民安 不是我覺得厲害的是這種你記得住 因為這實在是也太沒有記憶點了 那國泰民安不就是郭台民安嗎 所以他講了國泰民安 然後他說希望新北市都能安定 大小建設都能永續發展 風調雨順 這不是很奇怪嗎 人家問你郭台銘媽祖跟關公祝福他 你的看法如何 你要不就大氣點講說郭台銘 郭董事長四個人才能夠加入我們藍營 非綠的這個陣營 我都歡迎很漂亮啊 要不然就是說郭台銘加入之後 國民黨會更強 要不然就很遠就說 沒有我其實也想選 YES來度不就好了 有參選資格不說 那朱立倫呢 我覺得朱立倫這一次真的是 四年來成長最多的是朱立倫 而不是郭台銘 朱立倫這真的很厲害 因為朱立倫這次他講的 無私無我 有黨無我 這什麼意思 大家說是不是就是朱立倫自己不要了 他如果自己不要說我不要了 我不會選了 就跟剛剛黃哥講的一樣 2024 我不會參選 他說無私無我 有黨無我 他不是在講朱立倫 他是在講郭台銘 在講侯友宜 在講趙少康 在講張亞中 當然也包括朱立倫 你們這些要選總統的人 都要無私我我 有黨無我 政黨輪替 藍天在線 那至於說你要不要選 我還是說無私無我 有黨無我 這不是跟侯友宜的 呵呵做事一樣嗎 只是你的主角是以黨 用黨當黨鍵盤 侯友宜的主角是把新北市 當成黨鍵盤 兩個人都想選總統 但是一個用新北市黨在前面 一個用國民黨黨在前面 你們看看郭台銘 人家沒有黨籍 沒有黨權 都跳出來說 我願意用國民黨選 可是黃建廷為什麼要選郭台銘 而且不只見一次 見兩次 他在年前見一次 後來又見了一次 見兩次到底談什麼 絕對沒有談選總統的事 我跟大家講 絕對沒有談選總統的事 只是話家常 然後呢 所以他才會說 郭董如果要這個選總統 那先要加入國民黨 要用國民黨的方式來選 那麼加入國民黨之後 也沒有一定要選不可 為什麼 這個是有玄機的 因為郭董所講出來的話說 我要不要選 如果我要選 我一定用國民黨的這個黨籍來選 那麼重點是 國民黨要提出一套 有效的辦法 好的辦法 那這個好的辦法是 對全黨的人公平 想選總統人公平 還是有鍋條款 他沒有講清楚 如果今天提出這個辦法 是公平的辦法 而不是有鍋條款 那不是跟2020一樣嗎 2020難道吳敦義提出來的 這個民調不公平嗎 也很公平啊 對不對 那這一次朱立倫會提出 如果會提出的方式 如果沒有有鍋 跟當時侯友宜提出 跟這個吳敦義提出的一樣 就是大家一起全民調 你還會參加嗎 你就不 郭台銘就不會參加了 因為這不是我覺得好的 好的辦法 所以郭台銘的好 是有定義的 那麼黃建廷一定要見他 黃建廷非見 郭台銘不可 因為郭董抛出這個議題 如果你不見 郭台銘後面還會不會出招 不知道 還會講話不知道 那這個對於郭台銘 耳後的這個聲勢 他是會看長的 他一條新聞 養一條新聞 越養越大 反而讓國民黨不利 所以朱立倫 當然會在不知情的狀況之下 讓黃建廷 去跟郭台銘見個面 因為誰見都不行 黃建廷去見行 因為他是秘書長 他是秘書長 而且他跟郭台銘 本身的交情不算差 因為郭台銘上一次 想選總統的時候 要找他當搭檔 他的副手是他 只是當時沒有成行而已 如果成行了 說不定黃建廷是副總統 對 那所以 沒有 選上才算 那可是他們的交情是不錯的 那麼這樣子 又是秘書長 又是副總統的 曾經的搭檔 見了郭台銘之後 有交代 所以郭台銘覺得 你有重視我 你有重視我 所以說這次必須要交代 那但是朱立倫在等什麼 朱立倫在等 他的河中 有日清美完成 發酵是不是 他正在做 現在河中正在做 現在不是夏立言在談嗎 未來日本要去 五月份要去 應該在不久 在七月份以前 也會去一趟美國 現在黃介正教授 正在安排 所以說朱立倫去了美國 去了日本 夏立言在中國 那麼清美有日 河中 朱立倫說 我是唯一的實行家 而你們都是演說家 所以最後風會起來 他在等東風 但是這個風很微弱 小風 微風 現在是沒風 來我請教原資 我定義微風是這樣 因為這一份放言的 這個民調 朱立倫如果出來選的話 那他的對手 柯文哲跟賴清德 他是第三名 而且只有10%左右 所以朱立倫是很弱的 那個微風 徐徐的催來 那這邊我們看 如果是侯友宜 那一樣對上賴清德 跟柯文哲的時候 侯友宜是好的 他是強的 一樣的組合 換成郭台銘的時候 郭台銘也還是強的 那這邊還有一個 很特殊的組合 是什麼組合呢 是當賴清德 侯友宜 然後郭台銘 他不是走國民黨的路線 他可能是跟柯文哲 跟比較民眾黨這邊 合作的情況之下 他也超強的 侯友宜才24.4 他可以32.2 那我請教原資 像是這樣子一個民調來思考 然後加上 因為你的身份比較特殊 我也不知道你到底是朱家軍 侯家軍還是韓家軍 那你會怎麼看 其實我覺得這個民調 我也是有點擔憂 因為郭台銘他會不會就是說 因為沒有辦法回國民黨 然後轉而去跟柯文哲合作 那這個民調 剛好就給他這個信心 因為他如果去跟柯文哲 合作的話 剛好也可以贏 那我覺得這也是國民黨 內部對他比較擔憂的地方 就是他變數比較大 那包括像王金平院長 我認為都有一點點擔心 為什麼 因為剛剛 桂仔你剛剛不是提到嗎 郭台銘講說 媽祖關公都同意他參選 對不對 結果王金平院長那邊 放一個消息出來 說王院長也聽過他講這句話 王院長怎麼回答 王院長如果說支持他的話 就直接講說 那你就要參選到底 你看你有神佛相助 結果王院長回答說 可是天上神明 還沒有決定誰當總統 所以 這個是王院長放出來的 果然是高人 他放出來的讓大家知道說 我也是有 他不是高人快接近上人 對 我也有稍微壓他一下 你們到時候 萬一郭董沒有回來的話 不能怪我 我覺得他也是有在做這個事情 然後 剛剛講的那個放出來的消息 裡面也有提到一點 就是說王院長也有 王金平也有跟郭台銘說 你要面對四年前 你離開國民黨那個過去 我覺得他這個建議真的非常好 他的面對方式 不是我年輕氣盛嗎 然後一時衝動 但是沒有面對好 就是說 因為我覺得我是非常有立場 講這個事情 人家趙少康就講說 有啊 他這樣就是一種道歉 那是某種形式的道歉 但是我怎麼講呢 因為我之前我是這個 韓國瑜發言人 我不知道大家還記得這件事 你是神秘嘉賓我還記得 當時我們其實都是跟郭台銘 跟他的發言人在辯論 那郭台銘其實是一直在黑 郭正銘一直在黑韓國瑜 然後一直在黑國民黨 我們那時候跟他很多人辯論 他那時候很多郭家軍 林家欣嘛 還在國民黨當高層 或者是 就是好 那林家欣回到國民黨 也許他有針對這個事情 有一個說法 那郭台銘你是不是也應該就是 說一真不好意思 畢竟四年前我 我可能傷害了你們的感情 那我少不更事 不好意思 其實以他來講 他的格局說這個事情 我覺得沒什麼大不了 反而會讓大家覺得說很OK 可是他現在不是 他竟然是說我在等你們的辦法 然後我看看你的辦法怎麼樣 我再決定要不要加入你們國民黨 這感覺我前女友對不起我 然後離開我 然後他忽然放一個話說 我考慮去你家幫你的財產操盤 然後這個 但是我要看你用什麼規格引回我 我才要跟你 不是啦 那前女友 因為晃哥有講 前女友那個是帶錢回家 人家是帶錢進來不是去你家 幫你操盤你的財產 是部備財產的 你要帶我家幫我代操我的財產 你說要講一點甜言蜜語 對不對 然後你要為過去曾經分手的原因 所以講一下 那我說一回來就要這樣 君臨天下 那當然我看不到就覺得 這個有點怪 你知道 所以你看他 這幾天網路的聲量 或者是好感度 他都不利 那這是不是我覺得 王金平那一邊感受到說 這個好像分文不太對 所以才要去跟媒體講說 郭跟王曾經有這樣的對話 才造成這個情形 所以我認為郭文明 我是建議他 因為我們當然希望 他能夠回國民黨 然後壯大我們 但是建議他就是 第一 還是要說一聲不好意思 這對他沒有壞處 然後第二就是 他所謂的辦法到底是什麼 我覺得他可以私下 跟黃建廷講一下 大家再來做一個局面 而不是受訪的時候去喊話 那至於說朱立倫 我認為朱立倫他是 他是要選總統才要宣布 不選不用宣布 因為他現在是講說 他是說無私無我 已經講那麼明白了 那無私無我 最後變成主角是我 那大家就覺得不可能 所以我覺得他這樣講 已經是有點坦白 有點表明心機了 而且當他被問到郭台銘 要回國民黨問題的時候 他怎麼回答 他說我有侯友宜這隻母雞 人家問你郭台銘 你講侯友宜是母雞 這是什麼意思 這其實是在告訴我們支持者說 但是不用緊張 因為郭台銘變來變去 我們也不知道他到底要幹嘛 但是我們有一個母雞 等在那邊 而且有母雞就有小雞 他也是講給立委的候選人聽 大家不用緊張 侯友宜會帶大家 所以你看這兩天 立法院都在挺侯友宜 那個曾明中也跳出來 是致侯友宜 所以其實實際上 我覺得我認為 就是租到最後 大概六七月的時候 應該會想一個方法讓侯友宜出來 這是我覺得現代氛圍之間 因為郭台銘畢竟不可測 他後面會什麼調整 我們也不知道 但是我們已經心頭 嚇嚇嚇 就我們有侯友宜在那邊 就比較沒有那麼怕 好 因為有兩個要回應 我先讓志聖老師來 我只是聽到原資講說 要等到六七月的時候 朱立倫才要決定 六月就算了 我想出發 我說現在才二月耶 來看郭台銘已經放話放成這個樣子 國民黨內部 你說郭的勢力 朱的勢力 然後侯的勢力 三方這樣暗潮汹涌 真的讓你搞到六七月 替國民黨擔心 你真的還要選總統 不過我也了解 這個原資在幫侯友宜想辦法 因為你如果不到拖到六七月 你現在三月四號結束 朱立倫就拿出提名辦法 朱立倫現在台北新北市議員 還沒開議對不對 所以還沒開議 還沒見到新科市議員 結果就結束了 要出來選總統了 這個都合投由情何以堪 所以其實原資剛剛講話 已經吐露出一個很大的 國民黨的基本委屈 就是以脫胎變也不對 趕快決定也不對 那現在又有一個 又有一個郭台銘在外面逼宮 所以其實你整個 就等於是整個一鍋 一鍋粥已經亂掉了 那日治國民黨的宮廷文化 其實自己要想辦法解決 我覺得真的是 否則大家越看 越覺得你國民黨 其實就像2019年一樣 你內號號到最後 又不了了之 而且民眾也會覺得 這個歹戲脫捧 信仰的自由 不管你是要拜王爺 要拜媽祖 要拜官姓帝君 那個都隨你的 可是對岸是什麼 他們不只是無神論 他們是反宗教 他們是反宗教 所以有毀神滅佛 我這邊整理了幾個手板 這個標題寫得很傳神 他說手段好像是ISIS一樣 因為他把觀音 斬首了 他把他的頭整個 我想他是不是用什麼 轟炸的方式還怎麼樣 把他整個弄碎了 而且剛剛這個是觀音 這邊應該是佛祖 佛陀的像 他們滅佛把世界最大的 同座佛像都給毀了 那這邊誇張的是 他們也不見容說 什麼耶穌基督 沒有這件事 他們說不能過聖誕節 不能過聖誕節 所以余曉老師我請教 你說中國國台辦宋濤 他是有怎麼樣信媽祖嗎 我覺得他不信 他只是把媽祖當作是一個 統戰的工具 在做利用而已 對 剛才貴雅說 這個宗教團體 在中國被鎮壓 舉例來講 法輪功為什麼被鎮壓 法輪功做錯一件事情 他說我可以號召 一百萬的信徒 到天安門去煉功 共產黨聽了 嚇壞了 什麼意思 就只有我在中國 有組織動員群眾的能力 你一個宗教團體 動不動就是一百萬 或是十萬人 如果媽祖的精神 真的能夠在中國 被發揮的話 那麼也要遶境 遶境是繞好幾個省 中國共產黨眼中 除了春運 有這種人潮移動之外 疑慮不准 第一個 第二點是什麼 宋濤說 鼠典忘主 我聽了真的是 覺得非常無奈 非常憤怒 什麼意思 誰是強害 中國傳統文化 共產黨在文革 做了什麼事情 誰在鎮壓宗教信仰 之前我們講過 葉曉雯的爭議 究竟馬克思是中國人嗎 你現在的信仰核心 叫做馬列主義 馬克思是猶太人 列寧是俄國人 鼠典忘主的 好像是你們吧 為什麼還說得出口 第三個 國台辦最近 業務非常忙 我許多台商朋友 跟在中國工作的朋友 告訴我 除了中央台辦 審台辦 現在好像有很多業績壓力 鋪天蓋地 啟動 對台灣各界的交流 因為宋濤講過 要跟台灣的有勢之士 來共義統一 有勢之士是誰 當然是藍營的 更重要的地方是什麼 在各領域之中 宗教絕對是重中之重 結論非常簡單 大甲正南宮 為什麼去中國 天津蓋媽祖文化園區 沒有在被砍頭之內 因為很簡單 民意人都知道 那個是宗教為政治服務 信仰為統戰服務 那個有掛深圳的黨政跟神主牌 誰敢去砍 基本上武逆黨的意志 請問過去2016年 在胡志強 還有顏清彪 帶過去的媽祖文化園區 在天津 現在下場怎麼樣 我跟各位說 什麼東西都是富利堂王 什麼東西用錢砸出來的 他占地3.9萬平方公尺 有一尊42.3公尺的媽祖像 相當於14層樓 造價80億 當初敲鑼打鼓 到現在 各位上網查 天津的媽祖文化園區 當年的報導 還有所有中共統戰的官員 統統有到場 現在是什麼 現在基本上成了蚊子館 你那些名指名高 雖然國台辦跟中國提供土地 你是吸了多少信徒的錢 去稅行 你被統戰的目的 被統戰的價值 被統戰之後 在台灣的政治地位 這就是顏清彪過去做的事情 媒體都有報導 結論非常非常簡單 媽祖慈悲為懷 台灣的宗教信仰 希望鼓勵大家要多元開放 彼此尊重 簡單來說是什麼 政治不應該干涉宗教 宗教也不應該倒過來 來影響政治 只有不文明的國家 才是戰教合一 剛才講到假托宗教 我覺得有一個結論 大家聽過太平天國吧 太平天國會完蛋 其中一個原因是什麼 那個東王假托天賦下凡 就說了 洪秀全你犯錯什麼 我代表天賦要仗責你 把你打就死了 那洪秀全害怕 全力都被東王給牽走 也叫西王說 我生媽的嫁給你 你的假戒天兄下凡 請問國民黨現在 假戒關公媽祖 基本上像不像太平天國 你們的鬥爭基本上把神婆扯進來 這是什麼樣的擔當 在做兩岸交流的時候 搞清楚 宗教基本上是屬於人民的 宗教不屬於共產黨 不屬於政治 跟你們的選舉算計 有一個反差很大 剛剛余曉老師有提到 大甲鎮南宮他到中國去蓋廟 花兩百億投資 那你看他們的天津天后宮 這尊42.3公尺的媽祖神像 造價80億 怕死人 那你看 剛剛不是講說什麼 觀音像 佛祖像什麼 他不管你是什麼世界最大的 什麼同志的佛像 我照樣把你弄倒 把你弄壞 他這一尊他敢動嗎 晃哥你覺得敢不敢動 這一尊看有沒有需要動 有需要的時候怎麼會動 有需要的時候就動 因為你要了解 共產黨就是個無神論 無神論怎麼會有宗教 為什麼所有 其實不只共產黨 所有的威權獨裁國家 基本上都不希望 在他自己統治的領土範圍之內 有宗教信仰 為什麼呢 因為宗教會有人 有人就會有聚集 有聚集 大家聚在一起 常常聽一個人講話的時候 他就會產生一個共同的意志 但是對獨裁者來講 他很擔心 這個講話的人 他如果有政治企圖的話 他就會變成一個 最大的反對組織 所以他們討厭或禁止宗教 其實是基於這個原因 像為什麼埃塞國 伊斯蘭國會破壞這些宗教 就是因為 他不希望你有一個信仰 雖然這個信仰看起來 是一個行而上的東西 但是你會聚集人群 這個對獨裁者來講 它是最害怕的事情 所以共產黨 絕對不可能有宗教 它為什麼會有宗教事務局 它宗教事務局 不是在輔導宗教 它是在禁止宗教 在毀滅宗教 大家知道 它就是宗教警總嘛 大家知道1950年代 中國共產黨 第一次學習西藏的時候 你知道它毀掉多少間廟嗎 藏傳佛教的廟 被毀掉了一萬多間 就是幾乎 幾乎全毀 當時有多少 那個藏傳佛教流傳 可能上千年 幾百年的文物 就這樣被毀掉 還好當時台灣有很多 很熱心的人 有這個虔誠的心 他們想盡辦法搶救了很多 所以現在很多 藏傳佛教文物 是放在台灣的 在苗栗有一位老師 他就收藏了很多 好 所以你去跟共產黨 就像前幾年 我們經常會看到一些 這幾年比較少看到 就是台灣某些媒體的高層 比如說社長 董事長 總編輯 到北京去交流新聞自由 你是在講笑話嗎 你是在講笑話嗎 那一樣 你跟中國去做宗教交流 請問你要跟他交流什麼宗教 一個沒有宗教自由 沒有無神論的國家 你去跟他做宗教交流 然後國台辦主任宋濤 講的話更好笑 什麼叫宿典望族 沒有錯 媽祖的信仰 官聖帝君的信仰 現在很多台灣的民間的信仰 他的原始的本尊 是從中國來的沒有錯 這個我們都同意 但是同樣的邏輯 所以所有信耶穌的人 都是以色列人嗎 都是以色列的一部分嗎 所有信天主教的 都是羅馬的一部分嗎 不是吧 可是佛教是印度的 對啊 佛教是印度的 也不是中國的 對啊 我們信佛教 沒有數點忘族 因為佛教跟中國 一點關係都沒有 那是來自於印度 所以不要去 其實共產黨為什麼 他希望跟台灣 會做宗教統戰 我覺得共產黨對台灣 做了很多功課 台灣因為多神論 有宗教自由 我們的政府不會去管制 你信什麼 但是共產黨 他是可以控制宗教的 所以他就利用 他的可以100%控制的東西 來滲透進台灣的 最自由部分 最近他們常用的手法 就是用自由民主的優勢 來打擊你 所以他用宗教交流 我們政府很難禁止 我還記得蔡英文 在當陸委會主委的時候 當時在小三通之前 是叫宗教執行 當時國民黨立法委員 在立法院 最喜歡問蔡英文一個問題 因為當時宗教執行 有很多事務性的事情 他最喜歡問蔡英文一個問題 你比較大 還是媽祖比較大 他問蔡英文 你比較大還是媽祖比較大 蔡英文的回答非常機質 他說人的事情管不了神 神也管不了人 就四兩波牽涉帶過 所以我覺得宗教統戰 是共產黨這幾年 很積極在做的 而我覺得我們台灣的政府 應該要拿出一套 遊戲規則出來 來 資深老師補充 補充一下 宋濤這次用媽祖的一個狀況 其實剛剛瓜哥講到 宗教事務局 就是這次葉曉雯 我強烈一下 中國把宗教當什麼 統戰 因為宗教事務局 在2018年已經併入 中共的統戰部 沒有宗教事務局 宗教就是統戰工作 所以鄭明坤你去介紹他 就是去被統戰 就這麼簡單 事實上在鄭明坤去之前 2月8號 其實夏立元去前的同一天 中國公布了新的 9個的兩岸交流基地 裡面有什麼 裡面宗教占一半 有開張聖王 有官帝廟 有媽祖廟 只要這些宗教 為什麼 因為他知道 宗教之間的統戰工作 很好做 信徒 然後信徒過去 你跟他說宗教 所以就能夠作為 一個統戰的串聯 所以其實接下來 剛剛易大哥講得對 接下來我們要戒慎恐懼的 不是只有以前那些時候 台商 以商為政 你還包括了宗教統戰工作 在裡面 所以他們的手段 其實是非常多的 我剛剛開場的時候講過說 他們搞統戰 還有一塊搞的是破壞 剛講媽祖 現在講馬祖 馬祖跟台灣之間 我們有兩條的海體電纜 在2月初 一個是2月2號 被中國的漁船給拖斷了 那在2月8號 又被中國的貨輪 也給弄斷了 導致媽祖民眾 是很長的時間 他們對外通訊 都被癱瘓了 當然就是非常的辛苦 因為大家現在都仰賴的手機 你如果是跟我說 十分鐘一分鐘 沒手機的通話 我腳回去腳不通 大家會不會崩潰 當然會崩潰 我們先一起來看 他說我可以兩天不吃飯 不可以兩天沒有玩弄 馬祖縣長王忠銘 氣噗噗還率領大批 在地民代 特地到立法院陳情 因為他們已經整整一個禮拜 都跟外界幾乎失去聯繫 觀光的民宿 業者 定居委常委 全部台灣 就連立委跟縣長之間的通掛 也完全斷線 馬祖是不是已經融為 二等的公民 國民黨立委炮口 對內痛批政府無作為 這是中國當地去年民眾撿到的空飄氣球掛載盒子 上頭有簡體字數字探空儀 以及所屬公司太原無線電 類似的空飄物 16號當天也出現在國之北疆東癮 被國軍官兵再拔場撿到 中國空飄氣球直接飛進東癮領空 國防部不敢大意 所以我拍一組人去做這個研究 金門馬祖跟道路距離很近 就像常常有海漂垃圾 好 我們的這個馬祖跟台灣之間的海底電纜 那它主要是包辦網路跟電話的這個訊號通訊 2月2號 這個因為電纜有編號 一個叫台馬2號的海底電纜 疑似被中國的漁船給損害了 他們會拖那個網子 就是把整個那個電纜就拉扯到了 台馬3號海底電纜疑似是被什麼 MMSI是中國籍的貨輪給損害了 這兩個的時間其實是非常接近 中華電信還去跟海巡署來報案 我們的東西被破壞了 可是你知道嗎 經過統計5年發生過20幾次 那我先請教將軍 2月2號斷一條 2月8號斷一條 也就是說大概一個禮拜內發生 連續一號 而且就這兩條嘛 你覺得這個背後有什麼樣的陰謀嗎 這叫做刻意的偶然 刻意的偶然 這叫刻意的偶然 為什麼我說叫刻意的偶然 因為這種沉底的拖網漁船 有沒有違反國際法 有 它是違反的喔 不能用 這個大家 我今天早上就有很多人講說 那個漁網把這麼粗的電纜拖上來拖斷 你們是在騙鬼啊 是自己在惡搞 是又被害妄想症 這個漁網 你如果是認為它是個漁網下去網漁 你就錯了 你要想像成一個大型推土機的推弄 用推的 用拖的 它把底下包含了大陸棚 珊瑚礁 所有的生物底氣 全部都拉上來 它網起來的不是魚喔 是一團砂石 含魚一起刷上來 那你想想看 對於大陸棚的傷害 那麼我們的電纜是沉在海底大陸棚上面 它說海這麼深 我告訴你 台灣海峽大概平均70公尺 到了馬祖地區大概是20公尺左右而已 那很淺 並不深 所以你看 那種大型的軍艦 通常不會進入福澳港 都在外海 由接駁船把它帶過來 水不夠深 所以說要拖錢有沒有簡單 很簡單 那它是刻意放縱 這一些沉底的拖網漁船 去那邊拖 拖幹什麼 5年20次 5年20次 等於你修完一次沒多久就斷了 對 那這什麼叫 一年斷好幾次 那為什麼會這樣斷呢 為什麼會這樣斷 就是要讓你恐慌 讓你擔憂 我在馬祖待的時候 那個時候網路並不風行 我們是電話 那電話有兩種方式 我們在白天的時候的電話 是透過什麼 微波傳輸 那兩個微波對答 那個聲音很微弱 我們講電話回去 跟太太講電話 又吼的 喂 我太馬祖了 快點啦 晚上回去了 就這樣 那到了什麼時候 禮拜天 開放 那時候海底縣展開放 那只有一條 那一條 是從淡水下去的 然後到冬影 冬影再回到馬祖 只有禮拜天 那一天開放 為什麼 太多官兵要打電話回台灣了 只有那一天開放 所以那天的聲音 是非常清楚的 那後來增加了 增加了一條 又增加了兩條 可是兩條 卻常被拖斷 為什麼 故意的 你想想看 你要讓馬祖 在地的百姓 感到恐慌 怎麼辦法 切斷你的網路線 對 網路不通 沒網路是怎樣 阿東打過來 還是怎麼樣 還是阿公回來攻擊我了 他會緊張 緊張完之後 我們正確認知 應該是 所有的人 像誰 像拖斷的人求償 你這個漁船是誰家的 你這個貨船誰家的 你這個抽砂船是誰家的 應該要透過海協會 來跟他求償 你這個國台辦 你這時候該講話了吧 你拖斷我們的電纜 那不便宜 那修醫師不是幾百塊 那修醫師幾百萬 不是幾百塊 幾百萬 不啦 我跟你講 因為那個理論他有講 他整理一個表格 他把二十幾次 通通都整理出來 多少錢 這個是4896萬元 4896萬 每一次都要修個幾千萬 那個電纜很長 他非常長 你看從淡水下去 要到馬祖 100多公里長 那這些電纜斷了怎麼辦 修醫斷嗎 泡在水裡不就毀了 是所有泡水的診斷要換掉 所以很貴 這為什麼不求償 這應該是要譴責 中國無良放任這些 刻意的偶然 就叫他賠 賠個兩次就不敢扯斷了 那個脫網預船 拖一次他再賺多少錢 你叫他賠4千萬 4900萬台幣 他絕對不敢來 那就是放縱 那可是你不透過 對他的譴責 不透過對他賠款 他就每天來拖 就每天來欺負你 然後誰賠 中華電信自己賠 所以我覺得找錯對象了 你要跟中國求償 你要跟這些非法的人民求償 我打擊的不是政治問題 我打擊的是非法問題 這是海上治安 中國不準是講 共同維護海上治安 你這些違法的作為 違法破壞生態 破壞海底電纜的 這些人要不要打擊 所以譴責錯了 你吵政府有什麼用 應該是要跟對岸求償 否則怎麼展現出 你能夠跟對岸對話的空間 你能夠把這麼多的錢要回來 我告訴你 你就了不起 你就是可以溝通 你說譴責錯 因為國民黨總是會找政府麻煩 但是他們對中國都不敢說話 對不對 你也聽不下去 聽不下去 來 志森老師來做補充 是 沒錯 完全贊成將軍提到的 就是說基本上 求償一定要求償 對象是中國 要譴責對象是中國 也沒有問題 但是有一個更重要的問題 是剛剛講 2月2號一次斷掉 那是中國的漁船 對 已經確定了 2月8號一次 是中國的貨輪 2月要斷的是台馬電纜2號 2月8號斷的是台馬電纜3號 一個禮拜斷兩次 會不會太 剛剛提到說 是不是太偶然的巧合了 那這樣的情況 真的只是單純的 這種無意的行為嗎 還是他在測試 我們對於這種所謂 馬祖會有離島地區的網路使用的抗壓性 那麼密集的斷掉之後 然後馬祖的軍民怎麼辦 我們的政府的即時反應怎麼辦 對於這種關鍵基礎設施的電訊通訊的反應 是什麼東西 然後我們會有什麼樣的 一樣的反制措施 或者是相關的作為 這些東西都是很快的 為什麼今天這個馬祖可以斷 不要忘了去年在軍演的時候 相關美方或其他國家的安全報告 也告訴說如果中國要封鎖台灣 不是只有飛彈而已 最重要是什麼 海底電纜 先切斷 對 先切到海底電纜 讓台灣跟全世界斷絕 你說北京是不是在做 馬祖這樣子的一個壓力測試 先從馬祖試試看 看你台灣的反應是什麼 我覺得這東西 其實我們要特別的小心 跟注意這樣的情況 因為這種 我們把它作為廣義的灰色地帶行動 其實在中國這幾年 在整個東亞地區 其實是非常非常的囂張的在進行的 譬如說澎湖 有曾經被抽砂船包圍過 金門有被抽砂船包圍過 什麼萬船七八把你包圍起來 你怎麼辦 晚上燈火通明 讓你狠狠 晚上竟然是他們的抽砂船 他們的漁船包得滿滿的有沒有 然後澎湖是抽砂 抽到你的那個周邊的那些 漁場都變形 那整個都變形 有沒有 通通都在做 對台灣在做 對菲律賓在做 對日本也在做 這是灰色地帶行動的做法 其實我們要特別注意 現在又推陳初心 來截斷馬祖的電纜 那這其實是非常危險的一個狀況 因為你這樣的情況 在海底有動作 在空中 記不記得去年有無人機 現在有間諜氣球 所以你發現中國老是 這種灰色地帶的擦邊球的情況 是我們的國家安全的措施 他在做壓力的極限測試 這些東西 那我們沒有電纜的 這個東西斷掉之後 他有沒有別的可以補強 比方因為俄物戰爭 我們看到說 原來星鏈這種東西 我們要怎麼做 我覺得三個部分 其實就剛才我們聊天有聊 電纜如果斷掉 如果就馬祖來講 他再來就是微波 微波第三層還有衛星 當然網路速度慢很多 那個對民眾的信心的打擊 是很大的 大概第二層就是 那沒有辦法 你如果電纜斷掉 你就要基本上 你就是加射電纜 還有你既然這樣挖過去 就可以斷掉 代表什麼 不夠深 所以現在中華林也在研究說 我在海底 是不是要埋得更深 他們現在說 電纜要埋到1.5公尺以下 避免他這種行為 可是這個都是預防性的 那你真的要做更多 就是剛剛這樣 你要結合各個國家 把這種東西 你今天馬祖的電纜會斷掉 今天馬祖會被萬傳啟發包圍 哪天釣魚台會不會被包圍 改天菲律賓的黃銀島 會不會被包圍 會不會有類似的狀況 各個國家一起 要共同來譴責 中國這種灰色地帶的壓霸行為 就像他這一次 大家群取這個間諜氣球一樣 他才懂得要撐起來 要收斂 太囂張了 對 否則就不斷的 親門踏戶 不斷的往前走 那至於說像心鏈 像一些負面防措施 我們當然要跟其他國家 來做合作 不過最重要的是 來讓要譴責他 讓他這個親門踏戶的行為 可以撐下去 因為間諜氣球 在美國發現之後 你發現加拿大 南美洲 然後包括日本跟韓國說 我們也曾經發現過 而且我覺得日本非常妙 在美國發難之後 他就點出來說 民國幾年的幾月幾號發生過 他就一一細數說 曾經來過的 以前不敢講 現在開始他們會講了 那我們進一步來看的是 說到這個間諜氣球 那張很大 說是大概三臺校車的那個大小 但是最近在我們的東影的靶場 撿到一個上面 有寫簡體字樣 什麼某某 什麼工廠的那個標誌 但是他是這個簡體字的字樣 很清楚就是中國來的嘛 那易善哥我要請教 當然遇到這樣的狀況 我想他們到底是什麼 因為這一顆是相對小的 他大概有一點類似 你那個抬頭看到大樓上面 會掛一個那個 廣告 有一些比方說什麼劍案 還是什麼那一種 大概就是一公尺左右的那種氣球 那可能不到像是美國那一個 可能精密度連氣象氣球都沒到達 氣象氣球都沒到達 氣象兩公尺 他那一公尺 所以就一半大 對那他到底想要幹嘛 就也蠻奇怪的 我們以前在外島 我們也有撿過 你只要撿過 不管是這個空飄的紙 或是空飄的氣球 全部都要管制 那是敵軍流過來的 那是因為那個時代會寫一些新戰標語 對對對 他會寫一些 那可是現在一樣 現在馬祖跟金門前線還是一樣 所有從對岸流過來 飄過來的東西 都不可以檢視 要有國軍來處理 對 所以說如果說這一次 美國發生這麼嚴重的氣球間諜事件 如果前線的這些百姓 還是把它當成廣告氣球 隨便飄 我覺得這是嚴重的心理鬆懈 因為長期我們在外島待了 只要是對岸飄過來的東西 一律不准檢視 小孩檢到要交到警察局 軍人檢到要交到信戰中心 你不可以自己檢視 到現在還是一樣 雖然戰地生物解除了 依然不可以去拿那些東西 所以我覺得有些人說 那就是廣告氣球大驚小怪 那你到底是不是住在金門的本地人 本地人本來警覺性都很高 你的警覺的心 還有心防 真的被鬆懈 我覺得這才是邱國正講的國安問題 因為你講的鬆懈 那剛好可以對應到一個人 不是宇韶老師的陳玉珍 來 逸善哥是這樣 陳玉珍說什麼 你剛剛講說什麼廣告氣球 他講的更不如 他說這個就是海漂垃圾 他說這就是海漂垃圾 不至於要上升到國安事務 這個比鬆懈還要誇張 是不是 來 逸善哥怎麼講 我要講的是說 最可怕的是這些地上跑的 不管是台灣去中國的這些政治人物 或者是中國的政治人物來台灣 我們都必須提高警覺 他是不是來鬆懈我們的心防 他是不是來做統戰的工具 我覺得這個我們才要注意的 這我要補充一點 就大家可能覺得小題大作 有這麼緊張嗎 為什麼我剛剛講到現在為止 撿到了空漂物 撿到了海漂物都要上繳 因為外島跟我們台灣你想像不一樣 他每一個海灘 每一個空域都有對空監視哨 對海監視哨 那這些東西是怎麼飄過來的 居然沒有被我發現 那是檢討所謂你對空監視哨 對關海哨的間隙 飄過來從哪裡飄過來 我要檢討 我這個哨跟哨之間 是不是產生的間隙 這是整體監視防衛的一環 所以你說海漂垃圾 對 那怎麼飄過來 怎麼飄過來 這是一個研究 是一個路徑 所以我覺得在前線 第一線千萬不能 隨著兩岸形勢的轉變 你要提升警覺 而不是更放鬆 這樣子就是真的是一個 國防的漏洞 我綜合來看 我讓原資來回應 因為剛剛從這個媽祖的統戰 然後到他們挖斷了 我們的海底電纜 然後再加上 有一顆簡體字樣的氣球飄過來 但是陳玉珍講說 這個不過就只是海漂垃圾而已 不用上升到國安的事務等級 沒有啦 一定要提高警覺 因為國民黨的具體的政策是2D策略 就是要加強國防跟加強對話 你趁機來怕攻殼心 所以為什麼要加強國防 就是你要知道我們國家 隨時會陷入國家安全的問題 因為宋濤不是說要過來嗎 實際上我們是可以統戰他 我們可以告訴他說 台灣的民主自由的美好 就像之前星雲大師 你把收刀當陸客就是了 你把官員當作是自由行的 把他當板共義士 就要回去宣援台灣的美好 我覺得原資 因為他在節目上 他上的節目夠多 所以他很擔心 他去了可能會回不來 這是他沒有辦法去的一個原因 那常常遇到一些跟統戰有關 人家都會講政治歸政治 體育歸體育 宗教歸宗教 其實這樣子的一個歸納 對中共而言是不存在的 不管你是政治還是宗教 都是在他們的統戰的手段當中 大甲鎮南宮的副董事長鄭明昆 他以台灣媽祖聯誼會會長的身份 他走去北京 他跟宋濤 中國國台辦主任來見面 宋濤還訊話說 你們這個台獨勢力 去中國話是數點忘祖 宋濤不會記得 數點忘祖的不就是你中共嗎 不然你這個滅神佛 滅了觀音 毀了佛陀 包括甚至連西洋的宗教 你們都不見容 毀掉教堂 連耶誕節都不給過 中共你說他有多崇敬 因為他們其實是反宗教 他有多崇敬媽祖 我覺得不只是要打上問號 說坦白的 說到底 如果不是媽祖這一條宮廟系統 還有統戰的利用價值 恐怕剛剛看的這一個 什麼天津天后宮 大大的一尊媽祖神像 早就已經被破壞 早就已經不存在了 下個禮拜同一時間 鎖定星台加油 我們再會